新庄新泰国小举办的107学年度米食教育活动推广 除了安排学生亲自体验到收割 同学通过活动让他们了解到农夫耕作的辛苦 新泰国小同学们好开心拿着镰刀亲自体验 准备将校园内这座农场里面所耕耘的金黄色稻田进行收割 然而校长也说明这是107学年度米食教育活动推广 希望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农夫辛苦的一面 进而珍惜米食文化 办这个米食节的活动主要是透过米食的教育 让孩子能够了解整个稻米从榨样到成长到收获 最后做成一个能够使用的一个米食的我们的食物 让孩子了解整个的过程 让整个孩子能够学习 最后因为这样子而喜欢米食 学校安排这个活动让我觉得农夫很辛苦要珍惜白米 米食活动举办 多位地方民级人士也到场参加并肯定校方以食物的方式教育学童们从小对米食观念有所认知 我想这么成功的米食活动是全国排行榜是第一名的 所以我们恭喜新泰国小在红校长领导之下 以及我们粮食局给我们的支持跟指导 让我们在各项活动都办得有声有色 此外校方还特别颁发感谢状给这群农场志工 感谢他们一年来带领同学跟做稻田级收割的过程 让孩子们更喜欢享用米食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道